香港也多了很多地方可以投資英國物業 會見到有很多公司在外面做一些推廣 我覺得第一要留意或者要選擇的地方 是買樓花還是買燕樓 第二件事比較重要的是買完樓後出租 其實有沒有人去管理 我們泰一公司在英國有四個部份做物業管理 很多時候客戶會通過我們買完樓 我們會幫他做出租的管理、收租 或者簽一些新的租約 甚至去到報稅、夠錢要轉回來香港 其實我們一條龍都可以幫客戶做 我覺得市場上多了很多人 第一是留意英國樓 但是除了英國樓的樓花 其實他們反而會想的就是 我想買一些現樓連租約 好像我們一樣 我們是會翻新一些舊樓 然後整間房屋連租約就可以賣給投資者 變成成交層樓之後 其實租開始就可以收到 去年很多人去參與我們一個 英國主要的地標項目 55層樓高的One Heritage Tower 參與做發展商 今年反而多了很多客戶想找英國的二手樓做投資 最大的分別在哪裡呢 就是二手樓的投資 它是即時可以收到租 因為是現樓 它就不用等到那個項目完了才收到回報 我們泰一公司 就09年成立 主要的業務 就包括有香港的信託服務 第二就是香港的私人銀行服務 第三就是英國的房地產開發 我們大部份的客戶對象 都會是一些香港本地的散戶 如果是想去成立一些家族信託 想在英國去買樓 甚至乎可能要用到一些私人銀行的服務 就會是我們的客戶對象